同学们,老师们,朋友们,大家好 22年的10月18号星期二 欢迎大家来到许乐坛的极客片 我们继续周二 费斯尔维斯技术与生物电的探索 那么今天我们 在过去汲取前人在信念图研究方面的 历史的经验的基础上 我们看看是否有可能 首先在植物领域形成一些突破 我们还是要回到生物电的基本的概念 实际上生物电基本概念 就是离子的不平衡的运输 那么费斯尔维斯技术非常适合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这是毋庸置疑的 那么我们回顾了 从整体电流开始测量 然后测量到离子的运输 那么最开始是震荡的电极的技术 那么中国人在老鼠上面 通过电刺激 也观察到了这个钙离子的运输 和它的这个关系 请我们注意一下这里边 它的这种oscillation的这种状况 因为这个是今天我们跟大伙聊的重点 oscillation就是这种震荡的这种形式的变化 那么我们从这篇综述里 先回顾了一下心电图的 它的这个来龙的这个去脉 比如说 我看到这幅图的时候 很受震撼 就是说当年 这些科学家为了 拿到一些个有代表性的信号 据说呢 这个 iPhone 12它的呢 是把这个这个搁的热水里和冰水里 好像是这样刺激自己 然后看看这个心电图的这个变化 令人敬佩 那么我们通过心电图的这个变化呢 我们这个心电图 我们会简单的回顾了一下 它的这个发展的历程 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那么爱因获芬 对不起 不是爱因托夫 是爱因获芬 他呢 实际上是这个爱因托夫 最后他获得的这个 这个诺贝尔奖 因为就是发明了这个心电图 一嘛 但是从1842年到1954年 这个真正给他作为一个 医疗的器械的这个标准 也经历了这个100年左右的这个时间 所以做生理 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 嗯说实在的这些年从国际上的这个变化等等吧 嗯 这个大家希望从基因找到所有的解决人类的粮食 病痛的这个解决办法啊 但实际上这是美好的愿望 很多时候必须到生理的水平上呢 加以解决啊 那么 找到了一个就是比较 点型和好的一个小片子吧 我觉得这片子非常详细的这个介绍了 这个心电图它产生的这个过程 以及和它内在的这个原因 比如说电压和离子的这个之间的关系 and the epicardium will be depolarized and while typically cells that depolarize first repolarize first its different in the heart ventricles its different in the heart ventricles epicardium cells 好我们时间过去呢 就不重复了 那么 从这个心电图给我们的启发 这是最重要的 那我不知道大家上次以后 大家呃 这个琢磨以后 是否跟我呃 达到了同样的这个结论 从我的角度来讲 其实心电图 它给我们的结论就是 由于钙离子和钙离子的流动 产生的这些波形 而这个波形最后怎么样 是反映的是什么 反映的是功能 反映的是功能 那么我们一百多年以来 我们依靠的是这个波形 来告诉我们 我们的心脏是否健康 或者哪有问题 那当我们有了新的技术以后 我们能不能再往前走一步 去靠这个钙离子 钠离子 这些个 就是是产生这些波形的 这个原因或者源头 去把我们对 这个心脏功能的理解认知 疾病产生的原因 给它更加向前的推进一步 我认为这个完全是这个有可能的 完全有可能 那么因为本身我自己的这个医学知识 所局限吧 那么下面呢 我只能给大家呢 分享一些我熟悉的这个植物领域 啊 我的了解呢 实际上这部分就是大家想把这个离子分子的这个活动和功能给它联系起来的这种呃尝试愿望啊努力啊就一直也没有停歇 至少在植物领域 比如这个这个就是咱们呃 飞转微的技术 是吧 这单个的呃 这是一个花粉管的这个细胞吗 啊 然后花粉 然后这是就是咱们飞转微的技术的传感器 钙离子传感器 那么大家看它呃 这个信号 就是和咱们信念图也好 就是它有呃 其实比这信念图还要其实规律很多 它有波峰有波谷有振幅有频率啊 那么给了给我们实际上很多宝贵的信息就蕴藏在这里面啊 那随着飞转微的技术呢 进入咱们呃 中国以后啊 比如说这是呃 北京联益大学也是咱们飞转微的技术的呃 先驱科学家之一吧 和他的学生啊 这个孙健 这个教授呢 呃 他们呃 呃 当年吧 这对十几年前以前吧 所做的这个植物抗炎的 这个钠和清的 这个工作 我们看到啊 他也有这种什么震荡的这种趋势 呃 实际上呃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熟悉和了解 这个飞转微的技术的人 知道如果你真测到了一条一个直线 呃 往往可能 呃 something wrong 就是说有可能男孩不对了啊 因为实际上真正的呃 生物的活体啊 他很多这尤其是这种生理的表现 他都是以一种啊 oscillation的面目出现 就是一种震荡的形式出现啊 比如这个 这是Jafi他90年最初他测到的这个信号 实际上也有波峰波谷 是一个震荡的 这个现象那么这是咱们的呃 林金星林教授呢呃 2009年啊呃 用飞转微的技术和内部的荧光的结果 向对应测到的结果啊 也是一个震荡的现象 那么这部分呢 是我个人在美国航空航天局的时候做的一些个实验 那么明显的可以不仅可以检测到 是吧比如这是钙离子跟啊青植子的这个啊 流速的变化 而且呢我用数学公式的确可以算出来或者计算出来 他所蕴含的振幅设到这个这个频率是多少啊 或者这个周期是多少啊 他确实是内部呢隐藏着啊很多这个信号啊啊 对不熟悉的老师呢 所以我当年在航空航天局呢就解决的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我们的植物根为什么向地球生长而不是吧 不是向天上生长 那么里边有钙离子和青植子两个离子的起作用 那么就研究这些个盖离子和青植子的大家看所得到的这些数据 他有时候的这震荡非常非常的规律 可以说非常漂亮啊 而且他们这两者这个震荡起来 他们的这个频率是相互吻合的啊 而且吻合的也非常好 那么当他们不能吻合的时候 那么就出现了这个就知道外界有刺激 就是感知到了什么外界的这个变化啊 那么这是相关的一些个数据 所以非常的直接了当的证明了这部分的这个内在的关系 就是离子分子的流动的变化 决定了后边的功能啊 不管是他是perception 就是感知外界还是自身的变化啊 那么呃 最后呢 我跟大家分享的呢 我稍微这个研究了一下 比如说就是以这个啊 自然杂志上面发表的跟钙底子震荡研究相关的这个啊 这些个文章来讲啊 近些年呢 也是处于一个这个持续稳步增长的这么一个态势 所以我认为这方面的突破可能是指日可待了啊 特别是现在已经有人呢提出是吧 呃 它的频率振幅呃 编码的不同的这个生理的功能啊 就是不同的离子啊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比如说钙底子 钙底子大家都是第二信使 那么第二信使大家知道 它控制跟很多很多生理功能有关 不管是植物动物 但是显然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钙底子 那难道它就是 呃 靠一个浓度的变化也好 或者怎么样 它控制所有的生理变化吗 显然这里有呃 很很很很 很多呃 东西呢 需要去阐明 其中一个很显然的道理 就是说这个钙底子呢 它的运输呢 通过比如说不同的振幅和不同的频率 就像我现在的说话 你听的是个男生 然后你其他的呢 可能是个女生 是吧 你听到女生的声音跟男生的声音 反应不一样 而且我们知道 就像拿咱们的声音来讲 实际上也是通过不同的振幅和频率 去传递不同的信息 那么大自然是否利用同样的 这个物理学原理 再去传递他们要传递的信息呢 啊 特别是现在非常微的技术 这个尤其在植物领域 咱们中国的科学家 已经是处于世界的世界的 这个先导的方阵 那么突破 根据我刚才的介绍 会不会是在植物领域 那么会不会是在中国 所以这些个呢 都是令人期待的 一些个 未来的发展 好 谢谢大家 再见